好 台中妇女可以稍稍安心了 先前全出这个电极棒之狼 总算落网了 这45岁的郑姓嫌犯呢 她都尾随夜归的女子 看她们落单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拿出电极棒攻击对方 那么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之后 根据这车牌以线 以这个线索来追人 果真找到了这一名狡猾的嫌犯 警方还在她身上找到了犯案用的电极棒 直接将她盖布 你不要想钱吗 还是要钱的 问到为什么要袭击路人 45岁的郑姓嫌犯 低着头部发抑郁 表情相当狼狈 嫌犯在12号晚上尾随一名下班 回家的女子 从袋子里拿出电极棒 试着攻击女子头部 但却遭遇顽强抵抗落荒而逃 警方根据监视影像找到嫌犯 狡猾的郑姓男子坐在地上 还爆出朋友的身份证字号 企图逃避追捕 但还是夺不过警方的追查 我们当场有查过 他身上有戴那个电极棒 包括他作案室 所戴的安全帽 他所穿的鞋子 都完全稳了 警方从男子身上 找到电极棒人账巨货 直接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赚